今天借了一个拆房子的活 东家嫌我们挖机小不安全 最后找了一个同行来帮忙拆 哈喽老体们 我是谢娃娃 今天我们接到东家的电话 说他们家的房子要拆了重新修 然后我就到了现场一看 今天这个房子确实有点高 家上面的这个盖子差不多有三层都高 整个高度有十多米 我们60小挖机拆起来确实有点危险 虽然这房子的周围没有任何障碍物 但是人家修房子主打了一个就是安全 所以我们还是有自知之明 这个活干不了的我们就让同行来帮忙干 然后我们就帮东家联系好了大挖机 中途大挖机就把这个房子给拆了 由于当时我们没有在现场 所以就没有拍视频 现在房子拆完了 场地也大概平整出来了 包工头现在把线换好 然后我们小挖机就可以进场 开始挖这个机坑 今天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来挖十几个机坑 然后再办一点困理图 把这个电层给它倒好 看在这里肯定有老铁质疑 这么好的房子为什么要拆了重新修 这个房子修了大概有20多年 虽然现在看着还很好很新 但是老铁们可能不知道 以前修的这个房子用的全部都是水泥板 房子上面有很多裂口 其二就是以前修的这个房子设计的不是很好 以前修这种房子的时候楼上基本上都是没有设置卫生间的 有些甚至三层楼四层楼都没有设置卫生间 晚上起来上个厕所还要跑到一楼租圈里面去上厕所 很麻烦很不方便 可能老铁们不了解 我们这里现在还有一小部分人家里面是没有卫生间的 上厕所这些啊都是在养猪圈里面去上厕所 也就是俗称的汉厕 下面一个很大的混坑 然后就在混坑上面方便 现在还记得小时候上厕所的时候劲儿大了 然后就听到一声水声 然后啊屁股就湿了 所有的机坑弯完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角落这个桩块也清理一下 到时候啊我们就在这里帮混地图到垫层 清理完之后我们就把这个石子和沙挖进去 这个沙石的比例我们是两斗石子一斗沙 按照这个比例来搬到混地图 石子和沙我们挖好了之后啊就开始加水泥 这个水泥的比例我们是一方沙石加的七包水泥 这个标号应该够高了 应该能达到C35了 倒个电层是绰绰有余的 混地图搬好了之后我们就直接把这个混地图啊挖到这个机坑里面去 这个到电层我们只需要这个底部铺一层混地图 然后在这个表面上啊有石头的我们就选一些石头给它铺到表面 铺好了之后这个表面上我们再倒一些附定图给它铺皮就可以了 我们把所有的电层倒完了这个又过了好几天 他们工人把这个柱子啊现在已经倒起来了 今天我们又过来把这个场地再平整一下 平整好了之后他们工人好自磨到地圈梁 由于我们之前挖的这个机坑有点大 这个柱子倒起来之后周围还有很大的空隙 如果这些缝隙不回点好不把场地再平整一下 他们工人就不好自磨到圈梁 我们就把这个场地整平整平了之后 他们工人就把这个圈梁倒好了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始回填这个机坑了 这个机坑里面还差很多泥巴来回填 现在我们挖的这个建渣是东家之前喊的车子 拿到两车都在这里 我们先把这个建渣挖到这个地基里面去 然后把这个衡量啊也挖一点泥巴垫一下 到时候啊我们挖机就好从这里进去 平台我们搭好 这个时候东家喊的车子 拿着这个建渣也来了 今天这个地基加边上有一个保坎回填 大概需要10级车的土来回填 然后东家就找了一个地方去拉的一些建渣过来 他这里边拉我们就把这个建渣往这个屋迹里面甩 拉来的这些建栅里面有一些大石头 然后石头放在地基里之后啊有点高 我们就在地基里面挖一个小坑把这个石头填下去 今天他的这个建渣里面有很多条石 这个建渣呀是东家 刚好遇到人家那里也在修房子 他那里地基要下降 然后啊就把这个渣子就拉到他这里来了 里面有很多石头 我们就把那个石头旋旋 把它铺到下方 铺好了之后表面我们再加一些面面 把它铺皮就行了 我们回填了两间地基之后 这个泥巴是越转越远的 然后我们把挖机开出来 在这个边上啊就斜着直接修条路进去 这个路修好了之后 这个车子啊就可以往后面多倒一点 他多倒一点我们转这个里巴的距离啊就更近一点 这个位置是厨房和卫生间 这个管路啊已经安好了 我们就挖一点面面给他堆到这个边上 里面那个角落我们就不去堆了 把里巴堆在边上 然后他们人工啊自己去回填一下 因为我们挖机回填 很容易就会把这个管子搞坏 这个屋迹边上有个宝坎 这个坎子里面也要挖泥巴把它回填起来 正常情况下这个屋迹里面呢 最多也就是三四车就搞定了 但是边上的这个宝坎也需要回填的话 这个泥巴一下子就多了很多 前面我们在屋迹里面修的这个路 主要的目的就是让这个泥巴能直接挖到这个宝坎里面去啊 不要目的也就是先回填里面的这个宝坎 当这个宝坎回填好了之后里面的泥巴也够了 我们就可以从最里面的这个房间开始收出去了 今天回填的这个地基东西的要求就是这个泥巴和这个圈梁一样高 这样这个活就好干了很多 要比那种比圈梁矮过举公分的要好干一点好操作一点 好了老铁们今天这个视频就到此结束 从拆房子挖地基回填地基前前后后啊 我们用了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 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 哈喽老铁们今天我们又出来抢个弦 最近我们这里雨水比较多到处都是垮方 前面我们刚在国园里面干完活回来 整天呢我们又出来抢个弦 最近我们干的活呀基本上都是抢险的活 不是在抢险就是在抢险的路上 今天这个活也是因为下暴雨 然后山体滑坡把这个路挡住了 我们在来的时候东家特意交代了 来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破水锤带上 因为有一块很大的石头 我们到了位置之后先带土地下去看一下 看看这个活怎么干 也跟他讲一讲 这个小土地有点小 很多东西都不懂 所以啊能跟他说的就跟他说 至于他能理解多少啊就看他自己的了 东家说的就是这一块石头 刚开始我想着呀看看能不能一块一块的把它挖下来 但是我们挖了两下才发现这个石头还是比较大比较硬 挖不动我们只有换上破碎锤把它打小 像这种整块的大石头我们在打小的时候啊 尽量的从边上一层一层的把它削下来 直接从中间打的话就很难把它打烂 这个活我们是包的 然后就让土地上去感受一下打锤 这是他第一次接触破碎锤 反正啊有点喂手喂脚 枪杆不知道往哪里放 这也属于正常 毕竟嘛刚开始都一样 我们把这个大石头打完了之后 把里面这些篱笆里面再掏一掏 看看里面有没有大的石头 如果有啊我们再把它打小 打小了之后好装车 我们把所有的石头打完了之后 把斗放过来 然后把平台搭好就等车子来装车 说起今天装车呀就是一肚子的火 我们是上午11点多钟把这个火干好了的 当时啊也跟车子联系好了 他说吃了饭就过来装车 但我们把饭吃了等啊等等等 等到下午3点多钟接近4点多钟他才跑过来 真的是太气人了 刚开始他说他那里有点火没干完 说他那里火干完了马上就过来 然后就是一个小时推一个小时 最后推推推推到4点多钟 车子才过来 早知道他推这么久 我自己的小拖车都已经把这个火拖完了 他又想干这个火就答应了下来 然后啊冬家又不好意思把它推了 然后就一直等他 现在车子来了 他让我们把破碎锤挖开 他想在这里掉头 我就要看一下今天这个师傅 这个技术到底怎么样 给我的感觉呀 这个位置反正我是掉不过来头的 就看他能不能掉过来 刚开始他让我把破碎锤挖开的时候 说要在这里掉头 我就说了这个掉不过来的 他不信 会得让我把破碎锤挖开 现在在这里试了一下还是不得行 就把车子又倒回去 然后啊又倒进来 我们从上午11点多钟开始等他 等到下午4点半装的第一车 如果不等他的话 这个火我们早就干完了 你要说像平时没什么火干 等他几个小时啊也无所谓 关键是我还有其他火啊 等这个火干了好去下个地方 他这样一耽搁 我们只有把下午答应其他冬家的火 推到明天去了 然后他来装个车 这个尾门呢也不关上 其实这样你说能多拉几车吗 本身也没有几车 有什么必要吗 主要他和东家是一个村的 东家也不好说他 这一车装走了之后 把土地喊上来 给他说一说 说了之后啊 让他上去装一装 但是看他挖土的动作 真的是有点打脑壳啊 来了这么久感觉动作都不会熟练 不知道之前练的那个动作练到哪里去了 这个看着脑壳也疼啊 所有的泥巴装完了之后 我们再把这个路面给东家收一收 把多的泥巴扫到边上去 这样他们在清路面的时候就会轻松很多 路面清理好之后 东家让我们往前面开 前面还有一点火 右边那个两层的房子是东家的养猪场 里面呢有了五六百头猪 还有几天就要出栏了 所以就喊我们来先把这个路给他挖通 到时候车子好进来 前面这个小房子是东家之前修好堆材料的 但是现在要把它拆了 是因为这个房子靠这个路边太近了 然后每次稍微长一点的车子来了之后不好过身 现在我们挖进来了 就让我们把这个小房子给他拆了 前面这个铁门东家还要 我们就小心的把这个铁门给他拆下来 拆下来的砖头我们就把它填到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就是因为边上的这个小房子 就导致这个车子靠边上狠了 然后把这个边上压坏了 然后我们再把剩下多余的砖块和泥巴就堆到这个边上 把所有的泥巴清理完之后 再把这个路面收一收 今天这个活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